接下来我们准备进行模拟试题这个部分 试题一 下列各平衡系 合者具有Kc等于Kp 乘上Rt负荷次方这样的关系式 那这是一个换算题 所以请同学思考之后 仔细检查再回答这个问题 接下来看到模拟试题二 写出下列各反应之平衡常数的表示式 那这里有四条 也一样请同学仔细看题目的状态 再回答问题 接下来准备进行解读讯息这个部分 那这边帮同学复习一下 平衡常数它的一个写法 一个可逆反应在定温下达到平衡的时候 产物浓度系数次方的成绩 除以反应物浓度系数次方它的成绩 那这就是平衡常数 那这样所得到的伤呢 会是一个固定值 我们称之为平衡常数 以大K值来做表示 那我们随便举例 有一个反应 AA 它的系数是A A加B产生C加D 系数从左到右是ABCD 对这个气体的反应而言 它的平衡常数大K值呢 就是右边产物C跟D 它浓度 那乘上它的系数当作次方 那再除上反应物 一样系数当作次方 这就是它的平衡常数 那第二个就是KP跟KC 那KP就是以压力 来做平衡常数的一个判断 KC呢 是以浓度来当作平衡常数 那这两个东西要进行换算 那同学要用到以前一个学过的东西 那叫做理想气体方程式 所以以刚才相同的反应而言 它的平衡常数 如果以压力表示的话 那是用压力C乘D 那除上左边的A跟B 那压力跟浓度如何换算呢 理想气体方程式告诉我们 PB等于NRT 我们把左边的体积 那除到右边去 那体积分之末 数同学还记得什么吗 升分之末 那就是C大M 所以从这个式子我们可以看到 原来压力 那可以把它变成CMRT 那去做换算 所以我们就把这样的精神 压力等于CMRT 带进这个平衡常数式 所以底下我们就可以改写了 左上角的PC 就换成C的浓度乘上RT 那依此类推 所以把所有的压力换成浓度 那同学写到这边 应该可以关注到 RT不断地重复 我们可以把它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呢 再用它的这个指数的运算 就得到后面这一大串的式子 那为了化简 我们常常会把它变成 那个KC KC就是那个分子除分母 CD除AB 后面的RT 右上角的次方改成ΔN ΔN所代表的意义 就是方程式右边系数总和 扣掉左边系数总和 所以既有这个式子 就可以把压力平衡常数 跟浓度的平衡常数 来做换算 接下来准备进行分析 评件这个部分 下列个平衡系 合则具有KC等于KP 乘上RT-4次方 这样的关系式 好那这个其实不难 我们直接把它做导数 题目给的是KC等于KP 但跟我们刚才推导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把它反之变成KP等于KC 这时候后面就是RT的正2次方 所以ΔN就是 右边减左边系数的差值是2 我们只要找到这样的关系式 就符合题目的要求 所以我们首先看到A选项 这都是一个气体的反应 所以右边的系数是2 左边是1加3 所以减出来是-2 这不符合 接下来看到B选项 这边题目布了陷阱 最左边反应物固体 右边产物的体也是固体 固体不列入它的系数计算 所以这时候我们得到 它的系数差值是0 也不符合 接下来看到C选项 反应物是固体 那右边两个都是气体 所以符合 所以右边的系数是2 左边0 C选项是正确的 接下来看到后面两个选项 诸选项都是气体的反应 那系数和右边兼左边是-1 也不符合题目要求 最后1选项是常见的反应 那左边固体 右边CAO也是固体 所以系数只有CO2 所以这个系数是1 也不符合 所以模拟试题1 我们就利用这个方式 很快就把它完成了 接下来准备进行试题2 写出下列各反应之平衡 常数表示是 同学浏览一下 题目它的状态 有些是水容易 有些是固体 那甚至有气体 所以固体的部分 同学把它剔除掉 所以我们接下来仔细来看 首先第一个问题 在水容易的云相的平衡之中 水它的浓度视为定值 那这数值呢 大约是55.6大M 它不列入平衡常数的表示式之中 所以把水化掉 剩下都要写进去 所以这个式子的平衡常数 就等于是 从各酸根系数是一次方 那分母呢 是各酸根系数二次方 以及氢离子也是平方 这是第一格 接下来第二格呢 我们看到左边的铜是固体 右边的银也是固体 那有固体跟水容易 这叫做不云相 在这种平衡系统之中 固体呢 不列入平衡常数的表示式之中 所以它的平衡常数 就是右边的铜一次方 除上左边反应物银 它是平方 这是第二小格 接下来第三格 那这生成物种是许红色的 大家的状态都是水容易 所以就是水容易的 云相平衡之中 所有物质都必须列入 平衡常数的表示式 所以它的平衡常数 就是右边系数一次方 左下角呢 左边铁跟硫青根 这都是1 所以分母都是系数1 这是第三小题 第四个 大家的状态都是气体 所以这是属于气态的一个云相平衡之中 一样所有的物质都必须列入 所以它的平衡常数 就是CO2的平方 除上反应物CO2次方 氧气一次方 这是第四小题 接下来准备进行判断答案的部分 模拟试题1 那本题的答案是C 同学必须经过换算得到这个答案 试题2 那同学要找到不列入平衡式的物种 去把它剔除掉 再把平衡方程式给写出来 那两题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同学如果对题目这个平衡常数的种类 表示法一些问题 可以反复聆听 不然就是回到前面连结知识的部分 再重新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